由罗芸汐、白露、陈都林主演的电视剧《长月记名过审了》 取得了网络剧的发行许可证 不过不少瓜主都爆料这个剧一时半会没有排播的打算 但它过审还挺快的 该剧根据《腾罗为之》的小说《黑月光拿稳逼》一剧本改编 讲述了衡阳宗长们之女黎苏苏与一代魔神谈台镜《相爱相杀》的故事 这个小说原著粉丝还挺多的 且大家对这个阵容也满意 寄予了不小的希望 希望不要让大家失望 而罗芸汐、白露、陈都林这几个主演的颜值 演技都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据路透来看这部剧的服装走得是华丽的风格 装造也是很用心了 在一种素的步行的剧里显得格外的特别 罗芸汐最出名的角色当属润玉了 虽然只是男二 但人气和男一比起来一点都不差 除了人设比较好之外 更多的是因为罗芸汐演得好 真就是仙气飘飘配得上墨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的说法 加上她的一态真的非常好 往那里一站就是妥妥的画中仙 而白露被称为明眠小花的代报嘎 有好几部代播剧都被大家所看好 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来 并被原著粉所支持的 讲真她的颜值在娱乐圈其实并没有多么出众 但就是造型人非常的好 和古装剧很搭 女儿陈都玲也是这里面的一大看点 装扮看上去像个小仙女实际上是恶毒类型的 就喜欢这么带感的人设 且她的路人员非常好 大家对她总是有小耳朵的滤镜 希望演技也别让大家失望 虽说这个剧一时半会还没有播出的消息 但是大家已经纷纷喊话播出平台优酷赶紧分销出去 不然旧库的那个日活量真的太伤俱了 寒假档是每年各大平台竞争比较激烈的档期 今年暑假三大平台都放了各自的古偶 寒假自然也是类似题材的必争时间点了 爱奇艺已经率先定档了月歌行 将会在12月15日播 腾讯和优酷还没动静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掌月进名的过审 级数变更过审 最近长月进名的下部月照千锋过审 上下两部的级数还有变更 最新的上部级数为34级 下部为16级 加起来50级 之前是先送了上部 下部是最近才过审的 顺利过审后 官方就会准备播出订档 这部剧会在优酷寒假档播出 最快也要下个月了 最迟不会超过2023年3月份 本剧改编自腾罗为之的小说 《黑月光拿稳毕》剧本 讲述了魔神谭台静 和神女黎苏苏的爱恨纠葛 尤其是罗云熙演的男主谭台静 也算是个风批美人了 几重不同的身份性格非常带感 四位主角在剧中 都分别饰演了三个角色 演员阵容称得上是男帅女美 从主演到长辈组 有很多大家喜欢的演员 长月进名刚刚开机的时候 就凭借高颜值演员 和精美的浮化道出圈 一扫内与古装剧的寡淡丧葬风 走起了高级敦煌风格 尤其是男主罗云熙 她的很多造型 都是有才的粉丝提出的 像是毛领 刘苏 勒士等 这些都是粉丝的建议 造型师黄薇都采纳了合理的建议 做出来的效果很不错 罗云熙全都撑起来了 简直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一样 女主白露和罗云熙是二大 在这部剧里饰演了叶熙武 李苏苏 桑九三个角色 银泪 神里 棒族公主 也是三种完全不同的身份 白露在剧中的造型很好看 叶熙武走的是端庄温婉路线 有很多漂亮的绿色造型 神女李苏苏则是仙气飘飘 采用了浅浅有质感的纱质长裙 目前曝光的造型还是少部分 听说正剧里还有更多好看的新造型 陈杜琳这个角色早就出圈了 面如观音 心如舌蝎 反差萌很大 造型真的很好看 叶冰长 天欢 媚女三重身份 尤其是我见尤莲的叶冰长 楚楚动人 人美造型更是锦上添花 还有男二号邓伟 被很多人看好的一位演员 肩宽腿长一态很好 动态要比静态更好看 他在剧中演了公演祭舞 桑友 萧领 修仙的大师兄 棒族的小王子 人类的王子战神 粉丝可以大饱眼福了 长月静明已经顺利过审 这部剧被很多人看好 罗云西领衔众多高颜值帅哥美女 看言都是一种超高的享受 希望这次游酷可以好好排播 别再给剧拖后腿了 众所周知 长月静明是由罗云西与白鹿领衔主演的一部古装虐恋剧 该剧是他们二位在现代剧办事蜜堂办世上大火之后的二次合作 所以话题度一直很高 而且 作为长月静明原著小说的黑月光拿稳避意剧本也颇有流量 再加上陈都灵 邓伟等一众人气演员的加盟 该剧可以说是热度登顶 在今年夏季 这部长月静明便已经完成了后期的制作环节 随后更是在十月份进行了排播 只是遗憾的是 该剧当时并未如愿上线 于是便一直拖到了现在 当然 作为一部公认的好剧 上线时间延长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比如目前正在弱播的县委大院 不照样是在经历了两次延档之后才完成上线 并且依旧收拾口碑双丰收的吗 县委大院在十月份的时候 便与长月静明一同爆出过排播的消息 不过在前几日才正式开播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该剧的收视效果 根据已经出现的数据来看 这部县委大院在仅仅首拨四级的情况下 就达到了一亿的收视率 甚至评分一路飙升 直接达到了8.2的高分 令不少观众直言剧情精彩 根本不够看 当然 这部县委大院之所以如此火爆 除了自身精彩的剧情之外 还要得益于一众主演们的精彩演艺 尤其是作为实力派老戏谷的胡歌 吴月 黄磊 李刚杰 刘涛等人的表现 真可谓是堪称完美 所以说 只要剧作自身质量够硬 演员演技过关 一部作品是不会因为几个月的延宕损失什么的 县委大院如是 长岳静明亦如是 虽然长岳静明与县委大院是不同类型的作品 但是却都是观众们极为期待的 而且作为长岳静明主演的白鹿 罗允熙也是十分优秀的演员 抗剧能力完全没得挑 日前已经有消息爆出 这部万众瞩目的古装大剧《长岳静明》将会在县委大院收官之后上线 两部好剧接连播出 真可谓是一次性满足了观众们的追剧体验呢 大家喜欢的话 不妨再耐心等等 反正也就马上了